今年呢 在某歌唱竞技类真人秀节目当中 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小伙子 真的可以说是横空出世 没错 他就是人送外号 进口小哥哥的迪马西 那说到这里要考考您 您知道迪马西的全名是什么吗 我可以出场的 我可以出场的 我可以预理我的 我可以提出 你我可以吃到什么 你 takes个大件的 我可以给你��常就来 我可以给他 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吗 我可以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见面会后台采访中 23岁的小迪同学表示 大家通过歌唱类节目的舞台 只看到了自己的40% 那其他的60%又是什么呢 想问想了想 比如说迪马西下面这个技能 估计大部分人还真没见过 喜欢梅西酷爱足球 迪马西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还不止这些 要知道小时候的他极具音乐天赋 甚至还做过一个惊呆小伙伴的举动 最近印度电影《摔跤爸爸》火爆荧幕 片中的父亲延续自己梦想 将女儿训练成了摔跤运动员 那爷爷是演奏家 奶奶是歌唱家 爸爸妈妈也是著名音乐家的迪马西 最初学习音乐是不是被逼的呢 是的可以这么说 我父亲是我音乐事业的领路人 我觉得以迪马西 现在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来说的话 如果他公开征婚的话 那一定是应征者无数啊 特别写的是 写优优独播 第二耳朵 说明